这一场景出现在央视版《三国演义》第一集《桃源三结义》中 在小说《三国演义》和史书《三国之中》均无类似的描写 是电视剧根据《三国演义》原著进行的改编 目的是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张飞力大无穷 对于这一改编是否合理 张飞仅平单手就能捏碎手中的绿豆 到底有没有可能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 场景回顾在剧中 关羽挪开了图护张飞放在井上的磨盘 并取出里面的肉粪给大家 随后离开 张飞得知后非常惊讶 想要与他鄙视一下武艺 于是跑去寻找关羽 此时关羽正在市场的角落里贩卖绿豆 张飞见到他后 二话不说 拿起一把绿豆捏在手里 挤下绿豆就成了豆粉 以此来向关羽示威 随后二人开始切磋武艺 并最终结为兄弟 难度分析我们都知道 成熟的绿豆呈圆形 非常坚硬 并且个头非常小 拿几颗在手里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想要徒手捏碎单个晒干的绿豆 简直比登天还难 就如同我们用手捏单个鸡蛋或者核桃一样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一方面 我们的手掌相对于绿豆 核桃或者鸡蛋而言是非常柔软的 当我们的手与这些物品接触 并用力挤压时手掌凹陷起到了缓冲作用 并分散了手掌施加给绿豆或者核桃的力 使得绿豆或者核桃表面某一点承受到的力 远远小于手掌施加给它的核力 因此不管我们如何用力 都有一种使不上进的感觉 另一方面 绿豆与核桃鸡蛋相比个头非常小 并且内部构造为实心 更增加了难度 当一颗绿豆放在手里 基本上可以将其视为一点 受力面积有限 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 人类握力极限是MacBook在2009年创造的 达到了195千克 即便如此 如果让它全力来捏绿豆 分散在绿豆上的力也非常小 很难将其捏碎 那么是不是捏碎绿豆就不可能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捏绿豆时 采用一些小技巧 还是可以将其捏碎的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捏一把绿豆 而不是一颗或者几颗 因为随着手中绿豆数量的增加 其受力面积也在增加 在手掌时加给绿豆的力不变的情况下 绿豆承受的力在加大 并且绿豆之间相互挤压 手掌的缓冲作用也不再明显 这样就增加了破碎的可能性 其次 我们在捏绿豆时 需要不断地改变手掌的力度和用力方向 就如同电视剧中张飞实际操作的那样 目的是让手中的绿豆处于动态挤压的状态 这样一来 我们巧妙利用了绿豆之间的摩擦力 让绿豆更容易碎 就如同我们捏核桃的时候 手握两只核桃不断挤压 就很容易将其捏碎 最后 选择那些还未成熟或者处于潮湿状态下的绿豆 事情将会变得非常简单 因为此时的绿豆表面硬度并不高 只要我们稍加用力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捏碎 综上所述 如果采用一定的技巧 并合理选择绿豆 一个力量比较大的人 将一把绿豆捏碎还是很有可能的